今天開始的時候說的這個故事 其實不是發生在香港的 發生在其他地方 當事人其實是在一個地方置業 想在那個地方退休 因為對於他來說 他又喜歡一些空間比較大的地方 反正也是跟另外一半兩老在一個地方買一個單位 即是買一個類似的房屋 在那個地方居住又喜歡大自然 他就有這個決定 看了好一段時間 終於在一個地方買了一個房屋的單位 一個住所 搬進去住之前 他就需要做一些清潔、維修等 因為他這個地方是一個相對比較大年紀的 可能是有這麼長的歷史 可能是幾十年扭寧的一個地方 所以他說修緝的地方都多 而在修緝的時間來說 其實都要長的 可能一用就用你半年那些時間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就去了那裡一次 走了看完 安排了那些裝修隊伍 就告訴他 你接下來想這樣做、想這樣做、想這樣做 交代了之後 他就叫做離開了 就沒有在那個地方留在那裡 而經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說裝修期去到一半的時間 他就叫做回到那個地方 叫做看下 看下人家的進度 說那些東西是怎樣 而在看的時候 他又可能是香港人 他真的不忘去看看信相 看看會不會收到什麼信 或者怎樣各樣的東西 正常有一些 例如你做一些手續 要登記那些信 就有寄到下去 給他 但是零零細細 有一些紙 他就說是類似A4紙的東西 就摺起來 那就是有一些人寫了一些東西 就給他 他說他形容這些信 他就說沒有任何柱名 沒有任何的 他純粹就叫他寫封信 他說你好 我沒有惡意的 不過我建議你不要在這裡住 我建議你不要在這裡住 就是一個有心人上 他收到這信的時候 他也覺得有點奇怪 但是他開的時間 因為很大疊 他看一看 不止一封 他說他見你正在裝修當中 維修當中 我真的建議你不要在這裡住 怎樣怎樣怎樣 他又沒有說原因 沒有其他 總之就是 已經救你害怕了 對 是害怕的 救你害怕 因為我有上網看過 原來有一些類似都市傳說的東西 說一些凶宅 他說有時候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這個當事人看了信的時候 他都覺得 是不是小朋友惡作劇還是怎樣 他沒有懷疑 沒有理會 就算是沒有事情 也沒有跟另一半說 之後過完裝修期 他真的要搬進去住的時候 他也有留意 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人 會來送信給我 因為他可以安裝閉路電視 他也有做到 他就留意 他最後發現到 是一個什麼人 送信給他 即是他查到 他查到 是的 因為他查到那個人 其實是他的鄰居 即是住在隔壁屋的一個伯伯 因為他曾經跟他們打招呼 就說我搬進來 他說他也有印象 跟這個伯伯打招呼的時候 這個伯伯好像很不時未疑 沒有怎樣跟他有任何交往 總之他有看到閉路電視 他就說他發現到這個伯伯 有曾經進入信箱裡 而他有看到 發現到原來是 那些A科子應該就是這個伯伯給他的 他一開始都沒有留意 沒有特意關注這件事 他覺得會不會伯伯 沒有工作 有空 八二 八二 還是怎樣 還是他本身跟這家人結怨 可能他想做這家人的事 總之就是他心裡這樣想 誰知道他沒有理會這些事情 奇怪的事情 就真的在他搬進去之後發生 他說每逢去到晚上的時候 他說他聽到在樓下 可能在住室那些地方 有很多人跑來跑去 他說很明顯聽到 他說很明顯在晚上在上面睡覺的時候 下面就會有人跑 另外會聽到歡呼聲 玩得很開心的 他說仔細聽是小朋友的聲 但是他說他有去打招呼的時候 他說其實這一區不是很多小朋友住 而且你的屋內和屋外很容易聽到 究竟那些小朋友從哪裡來的 他當時已經在房子裡住了 那他其他家人有沒有聽到 他太太就沒有特別聽到 是這個男屋住 只是他聽到 只是他聽到 而且他只有兩個人住 他都沒有特別去留意 他又有問他太太 他說你聽到有什麼雜聲和吵 完全沒有 他說沒有 我沒有聽到 都很安靜很舒服 然後他就覺得你舒服OK 就沒有理會 誰知道有一晚 那這個男屋住 他就要去倒閉 要去倒閉飲 他覺得睡不著 不如去喝杯飲 他說那時候他沒有聽到 任何的腳步聲 歡呼聲 那些什麼的 但是那一晚 他說他形容 就是說其實是下雨 雷電交加的晚上 然後他落到下面的時候 他說那些行雷聲都很厲害 在行雷的時候 你知道外面就會斬一下 光一下斬一下 光一下 他說真的好像那些 電影的橋段 那樣 就是你不會開光燈 他只是開了廚房那邊的燈 他就在雪櫃拿東西喝 那就算了 他說他是看見 在廚房的位置 是有人坐在那裡 嘩 他說在斬的燈 光照射下來的時候 他會看到有人坐在廚房那裡 有些人 他說不止一個 他說有些人坐在那裡 那一刻以為自己眼花 他就真的去開燈去看 我想我年紀有分之一 不怕這些東西 他開燈去看 我覺得也要開燈 是嗎 開燈沒有那麼害怕 有光 那他也開燈 沒事 關燈 關燈就上去 一切異樣都沒有 但誰知道 他一坐在床上 一躺下 又聽到 那些歡呼聲 但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也覺得要正視的是什麼 就是他老婆開始生病 那種小病 他說他太太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小病的情況 他說 偶爾在這裡住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小的病痛出現 突然之間 不知為什麼身體又會有些痛 但明明是沒有說有什麼劇烈運動做過 就是你踩完單車你腳會累 很正常 但他沒有 然後他就在想 會不會是平時在花園裡 要做一些農務的工作 不舒服 粗勞 他說不是 我又不是昨天做的那些事情 我之前做的 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可能會有些地方會有痛 他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好了 一切的事情 繼續他也是這樣放在這裡 照樣要看醫生的就照看 誰知道有一晚 那個晚上 他形容為 是最難捱的一晚 他說因為 那些在屋裡的靈體 就真的不同的客氣 那樣的情況 他說 他也是睡不著 然後他又起床 又下去喝飲 就是針飲 突然之間 針針下的時候 他老婆大叫 然後他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回到上面 去他的主人房 那裏 他說見他老婆 縮在床邊那裏 縮在那裏 正在鎮 然後他跑過去他太太那裏 問他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然後他太太指著角落頭 另外一個對角 指著角落頭 他說 那裏有個人在 很害怕的 但是他先生看不到 他先生看不到 之後他就問他說 你不用怕不用怕 沒事沒事 可能 太累了 沒事的沒事 我也看不到沒事 他說不是啊 他站在那個角落頭 重複著這件事 之後他就跟他太太說 他就說 不如我們走吧 雖然是晚上 離開房間 我們走吧 然後他說 我的腳沒有力 他說 為什麼你的腳沒有力 他說 因為剛才那個人 摸了我的腳一下 嘩 我的腳沒有力 我走不了 之後他們兩個 就抱在一起 就道過了那一晚 但是他在與此同時 他說他又聽到那些歡呼聲 那些各樣東西 然後他就想起 不是有個鄰居 叫他不要入住 然後他就去找那個鄰居 他說 你好啊 我是住在這間屋 我已經住了一陣子 我想知道 是不是你給我那些信 然後那個爸爸就說 我叫了你 你為什麼不聽我說 他很好奇 他說為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 因為我太太昨天發生了這樣的事 然後他說 我不知道那間屋是否有問題 但是 我的孫子 就是在那個地方 就是 受傷 然後離開了 嗯? 即是在那間屋出事 然後過世 對 因為他說 他的孫子 在他小時候 他都會跟隔壁的人玩 隔壁的人玩 對 他說 曾經有一次 就是他的孫子 就過去那邊 他說明明那間屋是沒有人住的 然後他的孫子回來的時候 他說 他說那裡的小朋友很好玩 很好玩 這樣 之後 他都不在意 什麼事 他就跟他的孫子說 他說 你要帶些禮物給人 你要帶些禮物給人 然後他以為他的孫子 是作故事來玩 誰知道 之後 他說他的孫子再去玩的時候 他說 就在那個地方 不知道是跌倒還是怎樣 然後就離開了 他就覺得那個地方 是肯定有古怪的 即是他的孫子去那間屋的時候 那間屋就是丟空 沒有人住的 對 我想應該是他的孫子 又會跟其他人一起去玩 那應該是時隔很久的事 還是近期 我想都有一段時間 他沒有描述到很久的地點 他說 自從他的孫子在那個地方走了之後 附近的人 都不會再被小朋友在那個地方玩 而另外一個就是 基本上就是 每一個搬進來的人 都很快就離開了 即是快到他沒有辦法想像 就可能是 進來住了兩三個星期 然後又離開了 然後到這個人 為什麼他會叫他離開呢 或者怎樣 就是他說 有一次 有一個 就是又是進去裡面住的人 然後他就好好地 走出來跟他們說 他說 這個單位裡面 是有奇怪的事情 即是有一些靈體在那裡 他說你們不要接近 他說有一家人在那裡 他說你們要小心 這個伯伯就聯想回所有事情 就說 會不會其實就是 他的兒子 即是他的孫子 即是叫做 誤闖了那個地方 而被那些靈體去騷擾搞他呢 所以就自從那次之後 這個伯伯一看到有人入住 或者怎樣 他就會 即是想提醒他 就說你不要在那裡住了 各樣 就是這樣 故事 那最後這一對的夫婦 都叫做快速地搬走 即是他都不想再有任何之節出現 總之就是快速地離開 快速地搬走 那就不想再有這個問題出現 在電話旁邊有這位聽眾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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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稱呼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姓羅的 羅先生 有什麼經歷 你叫我細羅 細羅有什麼跟我們分享 沒有啊 因為都很久了 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去看廠房 是北區的 那就經一個物業代理過去的 嗯 上去之前都沒有事沒有幹的 那跟著呢 那個物業代理 你帶了我上去看廠房那個情況 一出電梯口呢 未出電梯口喔 在電梯一打開呢 跟著那個燈全部都亮了 嗯 你正常來說 如果你是有輕燭式 你走出去有那個 就是有那個行動 那個偵測器的話 它是會亮的 是啊 但是你那個電梯門打開了之後 那幾十支那些光管齊開 嗯 感覺很高科技的 沒有人的 因為我們進去之前都要借鎖匙 各方面的 你說有人在那邊開訂 都可能性很低 嗯 那那個經紀怎樣呢 當時 嚇到 她也嚇到 是 那那個嚇到 因為那個女經紀嚇到 有個情況是會想到 就是說 第一 她應該不是第一次上來的 嗯 那如果是上來發生這件事的話 應該是出了她的意料 嗯 你意思就是她不是第一次上去 但是她是第一次遇到這件事 應該是 因為通常那些 丟空了的那些物業 在那些工廈 嗯 都有些人會看的 是 你說零零射射放一年 沒有人看就可能性低一點 哦 哦 但你們一出升 其實是 還沒出升 還沒出升 那些燈已經開了 其實是走廊那些燈 不是 不是走廊 是 你一出升 全部看完 就是廠房裡面 是嗎 哦 整個大的單位 全部看完 五千多呎 那怎麼樣 是不是立刻掉頭走 沒有 一場來到 都看一下 已經來到 安慰一下 沒什麼事 就是說我們 不是來打架 是純粹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有個謙卑和尊重 因為去到一些 新的地方 各方面來說 你等於入酒店 你應該是 就是按照老人家說 就是考文後文的 是吧 嗯 就是就算見到 那個聖經打開了 是 都會是 叫了一個尊重 是吧 就是我們是去旅行的 那弟弟 你當時就照看那個廠房 照看 因為 看的期間就沒有 是日後來的 是 看的期間就沒有 再有其他事發生了 啊 OK啦 暫時沒有 OK 那最後離開了 是啦 是啦 不過我聽過 有些人 因為北區 動土啊 譬如你那些 土地開發啊 旁邊有些 就是廟啊 或者是有些 神場 之類 說話要小心點 OK 明白 好 因為試過說那些 不等死的事 真的有些意外會發生 例如呢 例如跌倒 或者滑倒 很多意外都可以發生 OK 你覺得不是巧合來的 即是不是那麼巧合 真的 如果以我的年紀來說 我覺得很多事都未必巧合的 嗯 嗯 即是你說 你好像你去搭電梯 有些地方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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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即是你可以說是巧合 但有時我覺得是未必的 是 我們有些事是等著一起上升降機 各方面都不出現 明白 好 下次你再有的電話上來分享 多謝你弟弟 拜拜 大家聽完之後順順利利 好 大家等吧 拜拜 拜拜 再來說 這是一個朋友分享他開靈異眼的故事 即是陰陽眼 陰陽眼的故事 靈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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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影變成实體的經歷 而第一次會發現實體 感到印象深刻 所以現時nya 真正由影變成實體 是甚麼年紀 大概是初中的時候 初中開始由影變成實體 即是 她在小時候一直認識拍影 但小時候她不知道是什麼 都在廠diCollins 大家都聽到時 她會和媽媽跟他說 媽 不知道是否我眼睛有甚麼事 前面有一些影子在動來動去 然後他媽媽就說 別亂說話 你不說就沒事了 自此那次之後 他又知道他看到的東西好像不是一般的東西 甚至他媽媽不讓他說話 他就沒有說到 而這些影子不是經常出現的 總之他會感受到 但是他看到這些影子的時候 他身體又不會有毛管凍 或者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異樣 直到有一次是怎樣呢 因為有一次他小時候回鄉下 回鄉下的時候 他就坐他孤掌的電單車尾 你知道以前的鄉下可能是一些農地 都很凹凸不平 而他孤掌就開得太快 然後他坐他孤掌車尾的時候 他孤掌不小心炒一炒車 然後他就踏落地 出了一個小的意外 然後他就益述回鄉下 當時他就送去當地醫院 然後當他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 那些親戚都已經離開了 他就在晚上那間醫院那裡 他說大約8點至9點左右 然後他就聽到外面有些人聲 因為他就扎著頭 手腳就沒什麼特別太大的事 他就可以落到床 因為他本身聽到有些聲音 他就打算落床出去看看什麼事 順便想去洗手間 他看出去的時候 整條走廊原本聽到有聲音 但他看出去又沒有人 他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當他去完廁所 然後打算上床睡覺的時候 他再聽到外面是有聲音 他透過他的房間 看出去走廊位的時候 他就看到有一個 就是穿著西裝的人 然後就慢慢慢慢走 然後呢 頭髮很生氣 不是很清楚看見他什麼樣子 是穿西裝的 是穿西裝的 他就覺得很奇怪 咦 醫療院不是穿白袍 怎麼會穿西裝的呢 然後他就看到 他就看著那個人 他就蓋著被子 在床上看著那個人 然後他看到那個人 那人都看到他 即是對望了 對望角頭 他就純粹看到那個人 那個樣子特別白 然後那個人看到他 然後那個人 就穿了牆 就慢慢慢慢走去那裡 而Viscious這一個 他人生裡面 他沒見過和經歷過 他以前可能純粹看到那些黑影 動來動去 這次是實體 這次是實體 終於一來就穿牆 然後走到他面前 很近 他已經穿著頭髮 然後他就感覺到 有些腳步聲 慢慢走到旁邊 那個人 他感受到那個人 即是感受到他接近你 很接近的 但他心裡面就是 南無阿里陀佛 南無阿里陀佛 然後大被蓋過頭 他什麼都當沒事發生 然後他聽到那個人 腳步聲他旁邊停了 然後他不知道 怎樣處理和怎樣做好 然後他也不斷在 叫南無阿里陀佛 的時候 可能隔了兩三分鐘 那個人就慢慢走走了 經過了那一晚之後 他就說 他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總之就知道一定不是人 但就是那一天 自從見到那個人之後 他就開始見到實體 我還以為他特意去開眼 原來是這樣去經歷開眼 他就說 若然不是坐了姑丈的電單車尾 如果沒有什麼撞的意外 他覺得就不會見到 對 不知道 如果整定你看到 可能又有另一件事 令你看到 一開始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有一位聽眾 他就說他聽他的阿叔分享的故事 他說他的阿叔是做那些 和處理屍體有關的工作 例如有些人 可能他不幸在他們自己的家裡離開了 可能沒有人發現到 或者他是一個人住 可能需要有人去幫忙處理這些屍體 他說他們是做這一類的工作 而他說有一次跟他的阿叔 吃飯的時候 無緣無故說起 他就記下了一點 跟我分享 你可以在節目上說 他說這個阿叔 本身是看不到這些東西 但是他說試過有一些新人入職的時候 有一些奇怪的事有發生過 例如其中一個就是這樣的 他說那次有一個新人第一天上班 而剛好在上班的那一天 他就接到命令 大家一起去同一個地方 去處理一個獨居長者 他離開了 要去處理那個屍體 那一去到的時候 其實那些警察那些已經圍封住了 基本上就沒有人特意去看 然後他說這個新人去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一起去到就急急急急去 去那個單位 打算做完事就快點離開 那這個新人就突然之間對著空氣說 阿伯呀沒有東西看的了 你走開吧 嗯… 但是那裡是沒有人的 然後這個叔叔就很好奇 你跟誰說話 沒有阿伯在那裡裝一下裝一下 我叫他不要那麼八卦 然後之後呢 他們兩個呢 一進去裡面的時候 那個新人就嚇到呆了呆了 因為他看到的外面那個伯伯 其實就是在屋裡的那個 嗯… 而他說呢 當時他不是看著那個屍體而拍得到 他是看那些照片 嗯… 就是他基本上是 可能已經有一段時間 可能屍體已經變了樣子了 所以他說呢 在那個狀態下 他就知道 原來這個新人 應該是看到一些東西的 嗯… 然後他說呢 即是偶爾 可能你會跟這個人 一起出去做事的時候 他說他都會有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他每一次都會問他 發生了什麼事 那樣子 他說呢 試過有一次 處理一些自殺的個案子 那樣子 然後呢 當他去處理的時候 他說他一去到 那個人已經覺得不對勁 嗯… 即是年輕人 是的 他應該不是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即是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就跟他說 就是阿叔 不是很對勁 然後那個阿叔也很奇怪 問他 他問他怎樣不對勁 什麼事 他說那個感覺很差 那樣子 他說沒事 我們來做事而已 沒事的 那樣子 他如常地去做他們要做的事情 他們的工作處理 那樣子 然後呢 一邊做的時候 即是他聽到這個人 不停在那裡說 即是我們來做事而已 我們來做事而已 我們沒有樂意 不停在那裡說 其實他在那裡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阿叔也有點害怕 嗯… 就說你做什麼啊 即是你不要這樣啦 他說你做事你專業一點啦 認真一點啦 正經一點 沒事的 我們來做事的嘛 那樣子就開始做事這樣 那當所有事情都處理好了 離開的時間 那他說呢 那個阿叔就問那個人 他說 你究竟 即是剛才發生什麼事 嗯… 為什麼要這樣的反應啊 那樣子 然後呢 那個人呢 就膽膽然地說 他說 我是看到 那個 即是自殺的人 他站在那裡 看著我們 嗯… 是的 然後當我們走到他的屍體裡的時候 他很好奇 他簡直是摸著頭過來 看著我們在做什麼 嗯… 那就很接近了 他說很接近了 他說 他整個感覺是很恐怖的 即是 很無骨悚然的 但是當然 因為他們要處理 即是事情 那 所以他們就 即是要專業地去做好 他們要做的事先啦 那樣子 所以他那一刻 都知道 我要做事的 那我就先做了事先啦 那 這個又是另外一件 令到他覺得 都挺害怕的事 因為阿叔本身就沒事的 他覺得 我做事而已 工作是一部份 那我做好我要做的事 就可以了 那之後呢 試過 有一次 他說呢 這一次 就是 不知道是因為太過 令人害怕還是怎樣 那一個新人 和這個阿叔 又是兩個人 一起去處理一些 的案子 那他說呢 當他們進去的時候 他說是門 即是那些門 突然之間 在那裡開山開山 就是他突然間 一聲 關掉了 那你一開始以為是風 還是怎樣 他會自己開 即是他自己開鎖 又會慢慢打開 他又未至於 去到那種 有那些 那些聲 又未至於 即是 自己開 他們一開始做事 都不是很遺異 那之後呢 他就是說 做一下做一下的時候 突然聽到 一聲 他們都 驚覺一下 那邊突然會 突然會 一聲 看一看 那邊 然後 之後呢 又是 完成所有事情之後 然後 阿叔就很好奇 又問他 他說 喂 其實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 沒有啊 這次就不是 不是應該這麼說 這次不是 那個屍體 那個死者 那個死者 那個靈魂 他說他見到 有個小朋友在玩到門 即是他說 其實是否跟著他呢 如果這麼說 不知道是跟著他 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 他偶爾去一些地方 就會見到一些奇怪畫面 即是他不是說 每次都有 他說他是偶爾 有時候他會遇到 他說 他說那次 他見到那個小朋友 在這裡 跳來跳去 然後有時候 他去到門 開門 他是很明顯地 看著他們 去做那些動作 即是很想吸引 他們注意 但可能 因為那個人 本身他看到 即是他知道 有這些東西的存在 所以他不會 特意去回應他 所以那個小朋友 就是在那邊 玩到門 嘗試吸引他們 但其實沒有人注意到 即是沒有眼神接觸 即是沒有眼神接觸 可能那個人 本身已經習慣了 即是 可能覺得 我也是來做事 不要理他 走去 又或者他已經 看慣了 即是覺得 都沒有所謂 這個叔叔很有趣 他很好奇 他說 其實你是不是從小都大 都看到這些東西 即是平時相處的時候 跟他聊 他問他 他問他是否從小都大 都看到這些東西 即是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 他說 他問他 我經常都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 我也不算很害怕 不過我是那些很蠢的人 我分不到 即是有時候 我分不到 是不是靈體 即是他分不到 就好像第一個案子 他以為真的有個伯父在 很好奇的 對 他說他有時候分不到 然後他分享過一個故事 給這個叔叔聽 他說他試過有一次 不知道是那些街坊會 那些搞旅行 然後他跟家人一起參加 不知道去哪裡吃海鮮 那些 他說一起參加的時候 剛好 即是兩個位 兩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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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坐的 那些旅遊巴 他說剛好 只有他自己單丁坐 即是要自己坐開 他又看到有個街坊 有單丁坐 他就說 我和你一起坐 大家有照應 你住哪一棟 我住哪一棟 他就在那裡聊天 聊整整輛車 然後去到那些地方 逛逛 觀光 吃東西 遇上地 完整的事情 總之一上車 他就會有一個人 坐在他旁邊 就跟他聊天 到整輛車完整了 即是回家了 那些街坊 跟他熟悉那些 即是同一棟一起走 他就好奇問他 喂 剛才其實你在那裡 跟誰聊天 他聽到後面有些聲音 你跟誰聊天 他說 沒有啊 住什麼座 那個阿叔 然後那個人就說 但其實我們剛才 看不到有人 嗯 然後他才意識到 即是怎樣 我剛才一直跟那個人聊天 其實原來那個不是 不是人 這樣 他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這個就是剛才他口中所說的 蠢頓 分不到人與鬼 他說可能那些很實體 很實在的 但是這些例子 經常發生在這個人身上 接下來要分享 這個就是一個朋友 獨住的經歷 其實他都不是第一次自己搬出來住 搬出來的時間 自住的年資都很久了 然後對上他自己搬出來的單位 他很有趣的 他越搬越小 因為可能一開始搬出來住 可能是住在一些朋友 或是住在一些親戚 可能是移民 留下一個單位就給你住 很大的 而且本身認識人氣夠旺 然後可能認識一些朋友 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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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最近 他真的要自己租地方住 不能夠再靠癡 然後最近他找了一個單位 就是在九龍區那裡 然後那個單位 因為可能是近他上班 下樓坐地鐵到他公司那裡 15分鐘 因為這個地理位置的優越 再加上那個租金 就不算太貴 所以他們博取租那裡 但是他租這個單位 唯一一個不好的話 他只這樣說 因為他的單位旁邊 就是這個房間門和後樓梯 之前其實也有說過 聽過一些師傅的說法 就是不要住什麼 酒店住後尾房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旁邊可能是 一些樓梯位或者防煙門 人氣比較少一些 容易聚陰一點 其實他自己也不太相信這些 租了那個單位之後 隔壁是樓梯 然後他拿了鎖匙 準備收拾房間 搞了一些小的move in 其實他也不覺得 樓梯有很多人用 甚至乎因為樓下有街閘 所以這幢樓是不閘的 所以他覺得就算旁邊是樓梯 其實也不太會騷擾自己 他會覺得 聽過所謂的鬼故 或者學說 他就不理會這些 如果你這樣說 很僻靜 即是沒有什麼人走 而且他那裡是一梯 然後四伙 其實他也很少會見到鄰居 他很記得有一晚 單位都是二百多呎 然後他自己在書房裡 然後聽這些都很基本 香港人會住樓的格局 他記得有一晚 他在書房裡 他正在工作的時候 聽到門 扶一聲開了 然後他就在想 剛才他每次回家 都很大力去鎖到門 那為什麼那道門會突然發 然後就開了一些 會不會其實是 可能他關門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關緊 或者門筍沒有鎖死 然後就有人 剛好到力線 或者有風 然後出開了門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很有趣 然後他又再關了門 他很確定他自己聽到 就是扶一聲 門是鎖了 然後才進房間工作 然後在可能隔到半個小時 工作的時候 他又聽到門又開了 他就覺得這一下很不尋常 然後他在書房看出去門的時候 他看到門開了 開了一點點而已 然後他就在想 沒有理由的 是沒有可能的 然後他走出去的時候 然後他就看到 他透過門 他就看到 他門口 外面的防衣門 就這樣關了 然後他就想 沒有理由 有人這麼大膽 會做一些惡作劇 開了你的門 然後在防衣門裡 馬上走開了 而且你的門是關緊了 損口緊了 其實不應該會發生這件事 然後他就跟自己說 沒事的 然後他也挺大膽的 他就開了自己的鐵集 看出去 他就想看一看 高度防衣門慢慢關 他推開到防衣門 他看上面看下面 他都看不到有人 甚至乎他走高半層 再看一看 還有走低半層 看一看 他都不覺得 看到有人經過的痕跡 他就已經很解釋不到 究竟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所以他就回到家 鎖起來 鎖起來 甚至乎是怎樣呢 擺了一些東西 去擋住門 等門不會再被推開 再吹到 然後他就跟自己說 今晚好像有這麼多小事發生 算了 我不做事了 就睡覺了 然後他就適等睡覺 當他睡覺的時候 他就發了一個夢 他那個夢是怎樣 夢就是他迷迷糊糊 他就好像是他的第一身視覺 就好像是回家 但他回家 他就不是乘搭升降機 而是走樓梯 然後就拉開了那個防衣門 然後就想開門 而他在一個夢 朦朦朦朦中間就看到 為什麼夢裡面 我開這道門的高度門 這麼熟悉的 其實就好像是自己開的那道門 好像那道門就是自己家裡的高度門 然後第二天他就醒了 他就在想 會不會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我昨晚以為有人會這麼跳皮的 他就是經過防衣門開 然後開到門 我晚上就發夢夢見 這件事 他也是覺得這些是很簡單的事 然後就沒有理會 然後他就沒有了 然後他就如常上班 然後那一天他就收工 收工比較晚 然後他就叫的士 然後的士就來到 然後他就開門上車 然後上完車之後 他就終於乘回家樓下 但他整輛車的時候 他都會感覺到的士司機 經常都透過到後鏡 看著他 看著他 然後當最後下車想先付錢的時候 然後的士司機就跟他說 他就說 喂哥仔 看你的臉色都不太好 會不會是看看醫生 然後又或者是去廟宇裏 求個符 那這個朋友就跟司機說 沒有啊 很精神 今天可能做事做得久一點 然後司機說 不是啊 你小心點 這個朋友就正在問他 喂司機 你直接說 接著司機就說 他看到些什麼 接著司機就跟他說 沒有 我接到你這張單 我說停了你公司樓下那裡 接著就見到你下來 但很簡單 你下來的 你旁邊是有個人的 我起初都以為 是不是在一起的 接著呢 我又見你兩個人沒有什麼交談 接著我又見到哥仔 你開這個門 你自己進去 你不等那個人呢 你就關了門 嗯 那我就知道 哦 即是那個人 就應該是那些 接著就關了門 然後就因為要說 雖然是接了訂單 但也要確定 確定那個訂單 是不是 然後司機就開車走 在這個 停了燈位 沒有多久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人 就出現了在你旁邊 然後呢 然後呢 所以的士大哥 經常都會透過到後鏡 看著 究竟那個人 屋裡的朋友 旁邊的那個人 還在嗎 這樣 然後所以就 經常 就是這樣 然後到最後 駕駛到家樓下的時候 然後的士大哥 就跟那個我朋友 說回 剛才說的故事 那個朋友就問他 現在他還在那裡 然後司機大叔就跟他說 不在你旁邊 在那裡 那裡是 那裡是 他家樓下門口的大閘那裡 即是回到那邊 站在那裡 然後那個朋友 就呆了 看著大廈的門 什麼都看不到 他應該都很正常 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他就問那個司機 可以怎樣處理 然後司機就說 不能怎樣處理 都不知道你跟他 是什麼關係 回家去 我就看到了 然後就叫他說 你回家想喝點 但你沒有得小心 所以這個朋友 找了錢 下去的時候 他完全是 不懂得怎麼處理這件事 即是回不回上樓 而司機說 那個人在那裡 等著他的時候 司機有形容過 大概是一個 怎樣的人 其實只是一個 是初中生的模樣 還是穿著校服的模樣 這樣的一個人 而這個朋友 就不斷在想 他有沒有跟任何初中生 或者跟這個 外套類似的人 有什麼關聯 他在他的記憶策 想來想去 不斷想 都是想不到 然後那一刻 他就 不能解決任何事情 所以他就只能夠 開閘上去 然後他就在想 究竟我昨天遇到的 那些門開的事件 防衣門的事件 其實跟這個 是不是有沒有 特別太大的關係呢 跟著他 因為他自己本身 又認識到 一個 很有趣的 他認識到一個中醫師 是他以前的朋友 而那個中醫師 其實都認識一些 這些方面的事情 即是你的內在 靈界與草藥界 他都可以包辦 然後那個中醫師 因為知道 他搬了新屋 其實本身都想 送一些風水陣的東西 給他 然後約了見面 然後這個朋友 跟他講了 約乾他的情況之後 然後就給了一個 觀音仔 他家裡的 某一個角落位 然後他很快就搞 立即給他 立即開完光 即適合時辰八字 這個數目擺盜的時候 然後就沒有再 所謂遇到 那些什麼 門開遇不門開 發不發夢的事情 沒有了 是沒有了 今天分享這個 話說在這個事件裡的 當事人 他就是有陰陽眼 但他一貫採取的 態度和方法 都是見到 盡量辦見不到 不要讓他們 知道你看到 也不要有 那麼多的交集 在當中 而且他見到的頻率 他自己覺得 不算是很高的 但是去旅行的時候 都走不掉 會看到一隻半隻 都經常會發生 這件事發生在他去旅行的期間 那時候他去了外地旅行 他去旅行的地方 應該是馬拉那些地方 他去旅行的時候 他去旅行的時候 住一間 都很好的酒店 在當地來說 他就跟朋友 一起辦 check-in 其實他們是有當地的朋友 所以他們才會去這個地方 當時他們就 check-in 然後他就給自己的護照 那些朋友 他自己就怎樣 他就周圍走走 看一間酒店 周圍是怎樣的 他就在Lobby 走去一個 那個酒店 是有類似 你會去到他Lobby 有些比較空曠的位置 看上去 你會看到第二層 第三層 好像有些Launch 類似的 他就在那裡看 突然間看一看 他就看到二樓那裡 就有一個靈體 站在那裡 然後他就跟他 有一點四目交投的感覺 就是那種 你想假裝看不到 但太遲了 你無意中已經 好像碰到 但其實他不覺得自己是否真 他不肯定是否真的有四目交投 但他都很慣性地掃一掃頭 就轉走了 總之都是假裝見不到 假裝看風景 假裝看不到 但他沒有太大驚訝 或者是驚慌 因為他以往去旅行 去酒店都常有發生這件事 然後他就回到他的朋友 看看他們的確認成怎樣 OK了 然後一起上房 在他上房的時候 他就上到他們那一層 他們那一層 他們不是住尾房的 他們有兩個兩個一間房 他跟他的朋友 就是其中一間房 他去到那間房的門口之前 在走廊走過去 他已經看到有一個靈體 站在那裡 但是他不怕 他就照樣走過去 都是採取看不到的方式 但他那種看不到 他眼角都會看得到 人的視野範圍 你不只是向前 就算你的眼珠不是直看著那一點 其實周圍都會看得到 雖然他沒有正面看 但是在他那個視野範圍裡面 他瞧到 嗯? 剛才二樓都過來過 他心裡就想 不是跟著我 他是不是見到我見到他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疑問 出來了 但是他都照樣裝沒事 就進去房間裡面 他就跟朋友放下東西 然後他就灑一灑 咦?沒有跟進來 OK 他就想 可能剛好而已 好了 然後他們呢 設定了單位之後 他們就出房間 就是出去外面 就是找東西吃 找朋友 他呢 出到去之後 咦?他幾多走廊 沒有人沒有聖的 他就放心了 唉好在 就是沒事 他就下去了 下去跟朋友一起 他就在Lobby裡等 等什麼呢? 就等他們當地的朋友來 匯合他們 我們等的時候 他的朋友又是周圍走 他都周圍走 雖然他已經看了大概 他又去那個地方 又是看上去 即是二樓三樓的時候 他突然看到 有很多人在 嗯 很多 他說真的 沒試過見到這麼多 可能不是兩三個 而是可能以幾十這樣算 這樣 那他就 他的心 突然間那麼多 剛才 沒那麼多 但是他不理了 因為 他覺得不關我事 他是停留在這個地方 即是跟我沒有關係 我都理不了那麼多 他就 繼續辦見不到 然後就跟朋友 最後等到他們的朋友 就出去了 好 到了當晚 他回來的時候 一直都沒事 直到他進回自己的房間的時候 他一進房間 就看到有個人 坐在他們的房間 其中一張床上 嗯 嗯 那他呢 他呢 看到呢 就是他 今天 一進來 check in 在二樓看到那個蓋 也曾經站在他門口 那他就看到 咦 進來了 那他心裡 已經大概猜到 嗯 他可能真的知道我看到他 嗯 嗯 但是呢 他沒有辦法 那一刻確認 他仍然繼續辦 辦見不到 他就跟朋友說 我先去洗澡 然後他去洗澡的時候 他的朋友就一直敲門 他就叫他 你先等一會 等一會 很快 有什麼事 他朋友又沒有說 有什麼事 但是隔一會又敲門 隔一會又敲門 他就很快 但隨便洗完 他就衣服都還沒穿 就這樣 夾著毛巾 就走出去了 因為是女生朋友 沒所謂 他夾著毛巾就走出去了 然後他就說 嗯 你為什麼不肯敲我 他就說很快 你幹嘛 急上去廁所還是什麼 你去吧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敲過你到門 然後他就 嗯 這樣 哀一哀 然後呢 到他的朋友去洗澡的時候 然後呢 同一件事發生 而且呢 他的朋友在中間 衝到半腦 已經濕滴滴地走出來 你 你做什麼事啊 然後他就說 我做什麼事啊 然後他就說 我聽到你猛 在那裡叫我的名字啊 這樣說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叫過你的名字啊 這樣 那他的朋友呢 就臉色一沉 然後他就知道了 然後他朋友呢 他就跟朋友說 不要緊了 你先回去洗澡 洗澡了 你洗澡了 你洗澡了 我會去看看 要什麼換房還是怎樣 那他的朋友呢 就戰戰兢兢地說 噢 這樣就回去洗澡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就想 真的下去了 其實他 都不知道自己是想換房 還是 因為他其實知道是那一隻東西 嗯 已經有些事了 那他呢 從他洗澡出來 其實他已經見不到他在房間裡 但是發生了一些事 他就知道 他一定是在這間房間裡 在搞事 那他就想著去廊址 看看換房還是怎樣 然後呢 他發現 他不能開門 嗯 那他不能開門 這是他第一次遇見的事 就是跟他直接有一個衝突 那他就回頭看一看自己的房間 沒有人 那他就對著門心裡想 我來玩 即是我來旅行 我住幾天就走了 這樣說 那你現在讓我開門出去吧 這樣說 他一說完 那門就 就開到了 嗯 那他就心想 欸 搞定沒事 即是這一招活動了 其實他覺得 其實也沒事 但是呢 他心想 我也是下去下去 即是問一問也好 即是可能有另一間房間 不管怎樣也好 即是跟他的朋友好交代也好 那門一開了 他就立刻一拉開門 一走出去的時候 他就感覺到 他是沒有停頓的餘地 因為他一開門一走 你很自然的動作 他一走出去 他已經穿過了一個人 嗯 那個人 很明顯 就是 他今天一check in 在二樓遇到的那個靈體 而那個靈體也進了房間 也搞完事 那他一穿過那個時候 他自己都呱一呱 欸 但是呢 他仍然堅持 那種方法 就是 看不到 但看不到 OK 對 因為那個太快了 而且他都來不及反應 所以他穿過那個 雖然呱一呱 但是他的腳 是正在走 緩慢地走 當他穿過一個靈體走 繼續踏第二步的時候 他就聽到一把聲 嗯 你不是見到我嗎 嗯 然後他形容就是 他不是聽到一把聲 但總之他覺得自己是有一個聲音 沒錯 有一個這樣的message 而且他都說不出他聽到是什麼文 沒有的 總之他一來就已經是 心裏有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 你不是見到我嗎 嗯 那他就知道了 噢 這個靈體是一定知道自己是見到他 所以他會三番四次這樣來 整鼓他 他的形容是整鼓 因為他覺得 他那個惡意不是想 整傷你 整死你 他覺得好像 他就是要在你面前 掩養到你要承認 是見到他為止 嗯 那他心裏呢 就說了一句 就說 見到 但是我會繼續辦 見不到 我來旅行幾天就走了 這樣 然後他就去Lobby 但是他沒有換房 他就去類似去 走個圈 看看有沒有那些汽水機 按個汽水那些類似 就是他只是想做這個 好像繞一個圈之後 他就上回房 那上回房之後 什麼事都沒有 嗯 他見不到他的存在 房間也沒有古靈精怪的東西 他就跟朋友說 沒事的了 那他那幾天住在酒店裡面 都沒有事情再發生了 嗯 他就形容那一次 就是他跟 在旅行遇到的靈體裡面 有最直接的溝通 但是又很幸運 那個溝通都沒有令他造成很大的煩惱 他就認了 我看到你 但我不會理你的 我都不會騷擾你的 那就完結了那件事 幸好他夠堅持 他也是堅持說 我看到你 內心默念那句 我看到你 但我不會 我不會理你 也不用你理我 各樣東西 即是一個很缺絕的拒絕 若然他有半思猶疑 可能也會跟那個靈體 不知道有什麼 我都不知道 如果他繼續假裝 見不到 其實那個靈體 反而會不會 其實會生氣一點呢 反而有 我繼續 繼續掩養到你 你也不給我反應 對 因為他覺得他是玩他的 他整鼓他的 因為他一直堅持 假裝見不到 如果繼續假裝下去 另一個結局會是怎樣 會不會更整鼓得他更甘 那就真的不知道 更多靈異故事 敬請關注YouTube平台 發明人間 也可以成為會員 支持平台 下次見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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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